浙江人为什么那么有钱 因为他们总有各种高明的生意手段 举个例子 杭州一位老板销售车位 原本一个车位的售价可达25万 但现在业主贤贵没人买 老板又不甘心降价 那该怎么做呢 他选择直接告诉所有住户 只要到指定的合作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 不论消费方式如何 每月至少用信用卡消费1000元 连续6年 我就直接送你一个车位 有人可能会问 这个老板怎么赚钱呢 实际上与银行的合作 有很多赚钱的方式 而且可以用杠杆放大资金规模 这不比求着银行贷款强的多么 另一个例子也是浙江的 无锡的一家酒店 也用了类似的策略 一年实现了100多亿元的销售额 怎么做呢 他们把传统酒店转变为金融酒店 只要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 将公司一般户开在指定的合作银行 并且所有资金通过银行处理 即可成为酒店的超级BIP客户 在酒店主宿 房间免费 餐饮免费 接待车辆还是免费 那是因为他们的模式和利润点 很多人接触不到 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商业模式设计的巧妙之处 就在于可以赚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钱 而且是快钱 是大钱